国立东华大学艺术设计学系109级的毕业展 5月份是在文化局的美术馆登场 包含了艺术创作类、数位设计类、插画绘本类、立体造型类 有52件的作品 同学们以自身成长经验和不同的价值观作为创作的初衷 进而展现了神态活现、品艺、精敏的作品 带给观想者无限的想象空间 华林县文化局5月份在美术馆2楼第1、2展览室 举办了国立东华大学艺术与设计学系109级的毕业展 主题叫庶名 原意是在文书上签名 不过这群创作无极限的毕业班同学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画纸上挥洒并签名 创作出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 也希望创作者和观想者可以透过这个展览作品的连结 进行反思为自己庶名一次 那这次展览作品非常非常的精彩 有纯艺术创作 有那个电脑设计 然后有绘本的创作 那还有雕塑的作品 横跨这个四个领域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台湾年轻一代的艺术家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潜力 尤其是很多陈艺术的创作 真的是比上一次的这个 我们新瑞展的一些艺术家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看头有比较性 岳城跟那个艺术系的老师 像林永利老师啊 洪莫丑洪老师啊等等老师 有多年的交往 那我觉得这些老师都用他们的真正的专场 来培育这些新的艺术家新的学子 让他们的想法能够不居限在老师的提醒当中 而能够并发出更多更多的想象力 那我觉得很多的女同学的创作 是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甜美 那很多男同学的创作 非常的刚进有力 非常具有故事性 那我也希望他们能够秉持 这个爱好艺术创作的初心 继续来创作 把好的东西带给我们全台湾的民众来欣赏 展览内容包括了艺术创作类 数位设计类 插画绘本类 立体造型类有52件作品 毕业班同学以自身的成长经验 和不同的价值观做创作的初衷 进而表现神态活现 品益精明的作品 希望带给观赏者无限的想象空间 每位同学不断磨练和自我探索过程中 创作赋予生命的作品 同时也为在大学四年的艺术洗礼中展现自我 真切用心的去完成每一件作品 这里会幻视报导 好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